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其实在我们内心宁静的时候 也会照顾 来看见这个时间和空间 大家都无法并脸的这样一个 各位来宾 各位同学 那么非常高兴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索达基看部呢 到了云大人文学院的报告厅 为大家开启这个殊胜的智慧之旅 索达基看部呢 大家应该在网络还有书籍 还有各种现代传媒的信息里面 都应该知道 它是一位著作等身的 并且呢在国际 国内享有极高声誉的佛学大师 那么看部呢 他除了在著作 还有学问方面 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同时呢 他的修为也是极高的 比如说在大圆满 大幻网方面的修行和成就 也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呢 看部还在国际 还有国内呢 发动了很多 从2007年开始 很多慈善的活动 那么介于这样的 一个殊胜的姻缘 我们将请看部为我们开启 寻找生命的意义的这个主题的演讲 好 现在请大家欢迎看部为大家开启智慧 今天来到云南大学啊 跟老师还有很多同学 介绍一个这么殊胜的姻缘 从内心当中讲应该很欢喜 我个人而言 我个人而言可能跟大家也谈不上什么开启 原讲 但是可以一起分享 一切交流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寻找生命的意义 我想在座的老师和同学都非常清楚 每一个人他对生命的定位 他对生命的寻找 甚至从中想获取的意义都是不相同的 有些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生命好像没有多大的用处 认为整天都是只要狠狠狠狠地度过这一生就可以了 有些人认为生命应该很灿烂的 而且在拥有的时间当中 我们一定要获取它的意义 有些人把生命当作最重要的一个段位 也就是说 生命的意义就是要赚钱 有了钱一切都是非常方便 有些人认为 所谓的生命 也可以说自己最喜欢的人 一辈子当中跟他一起过一个生活 那这也是生命当中的一种意义 还有些人可能认为 像我们这样的舍弃了很多事情 前往一些寂静的地方 修学一些佛法 甚至有些人闭关众生在山里面不出来 有些人虽然出了家 像我这样到处漂泊 牛郎 当可以说是一种女友生 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命 应该是有不同程度的意义 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佛教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时候 对我们的生命和对人的爱好兴趣 有了非常明确的说明 也就是说 一切众生意乐根基 以及他的爱好都不相同 这句话应该影响了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兴趣不同 爱好不同 专业不同 再加上我们有些人穿的衣服也不同的 有些人穿的绿色的 白色的 黑色的 花色的 还有各种各样的衣服 这也是你因为喜欢穿这样的衣服 觉得你的整个一切才有意义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所选择的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 也有不同的 因此在生活当中经常 每一个人应该有一种自由的空间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 你应该是这样这样做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对我不尊重 对我不恭敬 其实这是对他来讲应该是有意义的 但是整个从口观 事我来讲 我们不管是什么人 最好留下一个空间 留下一个自由 这就是非常好的 现在许许多多 不管是在家庭的一些争论也好 朋友之间的一些侦察 很多问题来自于什么 就是我们的观点不同 观念不同而造成的 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是一样的 要会想到 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想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 有些人那样觉得才是有意义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背景的时候 说是有一位大学生 这个大学生他马上要大学毕业了 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很想到一些龙渠的地方去 自己好好看看树 甚至可以自己种庄稼 而他不愿意在城市里面度过生活 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非常反对 他说如果你不赚钱 你这样坐下去 万一你出家怎么办 那么你在整个城市当中 你如果没有这么过的话 那你这样的生活 是跟龙民没有任何差别 然后在他们平时的生活当中 出现非常严重的矛盾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不同的生活当中 在不同的空间里 应该要经常思维 凡事自己的人生 这很重要的 我今天跟大家交流的主要内容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应该说在座的人 大家都会思考过 都会寻找过 但是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生命的意义 其实在我们内心宁静的时候 也会找得到的 很多人都觉得是 只要成功就可以 只要有钱就可以 也不一定的 确实我们自己心里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成功 和真正的意义 也许你的内心出于一种非常简单 快乐 放松 轻松 在这个时候 你所需要的一切 都是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在座的有些人可能会想 只要我即生当中一定要努力 只要努力的话 什么事情都应该可以成办 尤其是有些大学生 他们的梦想将来要成长 很多人现在离开学校 毕业之后很想 很快的时间当中要赚大钱 这是现在许多大学生的一个普遍的愿望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你已经在书本的知识 书本的大学已经毕业了 但是社会的大学可能还没有毕业 我们人经常讲 人需要书本大学的毕业和社会大学的毕业 书本大学的毕业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中学到大学的整个课程完成 知识完成 技能完成 这就是我们书本大学的一个毕业证得到 但是我们社会大学呢 实际上你进入社会时 它也是一个大学 进入社会以后 我们学会了没有 你跟你的同事如何交往 跟朋友怎么教导 跟家人怎么相处 甚至跟老人如何照顾 跟孩子怎样的爱护 等等诸如此类的 很多的人际关系 为人处事等等 许许多多的这些事情呢 很多大学生现在是非常茫然 非常迷茫 有些人只要想 我可能有了迁就 什么都很方便 其实我们现在所需求的这些美好的梦想和目标呢 你不知道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因缘 有些人很想在将来的日子当中好好的成功 赚钱 甚至自己做的什么事情都是非常圆满 但是我们可能还有一种因缘 佛教里面说 这句话非常重要 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呢 其实你要想知道你前世的因缘的话 你看看你即生当中变成了什么 你现在变成大学生 大学老师 而且你有才华 智慧 能力 这就是你前世当中的一种因缘 如果前世没有这样的因缘 你可能会出生在特别贫穷的家庭当中 你刚开始的时候也不可能靠入大学 而且你各方面如今的这些因缘 确确实实也不会具足的 而将来我们变成什么样呢 也跟今生当中的一些道德 善良的心道 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此古人 古代的人经常讲三礼 也就是说 尼德 尼供 尼言 这是非常重要 现在人好像并不是特别提倡 他们所谓的尼德呢 就是说我们人需要有一个完美的道德 平行 如果人没有道德的底线呢 那跟动物没有什么差别 无恶不作 撒盗 阴亡 妄语 嗔恨 贪婪等等 现在我们社会当中 泛滥的很多很多的恶性循环呢 其实人没有道德而导致的 第二个 人要立功 也就是说 我们即生当中 不管是什么样 你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有些人当老师 有些人当医生 有些人当企业家 有些人可能当一般的 没有很多 说起来的词和词并没有很大贡献 但是你的命运就是你这样的一种事情 这就是逆功 第三也就是说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好是有一些文字 又在世界当中 造数理论 写一本书 哪怕是写一个文章 写一个作文 不过现在很多人天天都是在写作 天天在写微博 天天在这方面都是 都是人人都有利益 都是非常不错的 我看你们学校里面刚才每个人吃饭的时候 也是看手机 很多大学生在那大学食堂里面 每一个人边吃边 在国外的很多学校里面是看书 不过这边可能书记上下载很多东西 是不是看书 我刚才才怀疑 如果这样是很好的 下载国内外的很多课本 如果不是书 光是看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可能大学的意义都没有 其实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大学 不能逼上美国 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些大学的学生爱读书 苦心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每个人碰着一本书 晚上也是他们所有的书房全是亮的 而从来没有从衣服上 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事情 叛逼 所以很多现在世界上的驾驭学家 他们都认为从现在的状况来看 那么美国 哈佛大学永远都是第一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非常的敬业 除了为学生的学习以外 他没有任何不合理的一些地方 这也是他们的一些机制和制度而作协制的 同时他们的所有的学生到了那里之后 你一定要一以即日 非情往事地学习 如果你没有学习 那到时候出来的文凭也是得不到的 所以我想 有时候现在很多学校表面上看得很好的 但实际上好像在大学的期间 有钱的人天天都是在出去玩 这样那样的事情 一直是在大学里面混日子 并没有很好地去 利用非常珍贵的时间学习 而没有钱的人 经常也是到外面去打工 也是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些时间 没有用在学习 所以自己离开学校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进入社会大学的时候 好像自己的人格也不完善 学业也是并不什么 自己的技术等等 正因为现在有些人毕业出来的时候 他的名声都是很像 文凭上写的 博士生 研究生 大学 本科 说起来很好 但实际上跟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为人出事 包括自己的脾气 相和 很多方面都比较大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现在很多很多的 工作找不到人 人找不到工作 而且我们的很多大学生的要求非常高 刚刚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赚大钱 在就业的这个问题上面 你没有时间就是一步一步的 本来都是潜力执行 我们应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 潜力执行 事业执行 应该一步一步的来 很多人像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变成一个企业家 你要卖房 卖车 就变成一种很大的自己的成功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方面 我觉得有一点的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呢 并没有想到 你出来之后 为社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材料 你在你自己的人生岗位当中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可能没有这样的愿望 正因为是这样呢 就到了这个社会上 大家都把所谓的成功的界限 亲切为准 我经常在去一些各个地方的时候 在飞机场有很多树买 也有很多光盘 但是这些光盘当中 基本上看不到很多老师的 哲学方面的讲座 理论方面的讲座 宗教方面的讲座 这些都几乎没有 所有的这些光盘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都是成功学 马云说什么呀 什么这个企业家说 什么那个企业家什么 很多人一直是瞪着眼睛看 哇 他既然这样赚钱的话 我也马上要想赚钱 我想不可能的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不同的 我们一辆车的话 只有四个轮 不可能是所有的零件都变成轮 那这样恐怕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就很自不良理 每个人就自己成为一个企业家的大老板 看不上自己的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可能愿望 我们的欲望太大 如果我们欲望太大的话 那你所得到的这些行仇也好 所得到的社会的待遇 对你来讲是很不满的 当你有不满的心情的时候 那你所做的事情 不会很认真的对待 那这样之后 我们社会就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 因此我遇到很多企业家 他们说 我们现在不想找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为什么 他们太复杂了 他们不好好做事情 每天都玩书籍 玩电脑 该做的事情 而且他们要求很高 一定要钱很多做事情很少 不如还是中年人 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就好一点 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上稍微混了一下 最后他们也知道说 原来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 然后他们就开始下来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可能很多人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 以自己的欲望 跟你所得到的财富不一定很平衡的 这个时候我希望 我们的有些年轻人 首先都是应该有心理准备 我们在座的有些老师 不仅要给他们 可能要关注这个时间的知识济浪 同时也要跟他们要脚一脚 达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因为他们以前还没有上过这个世界的比赛 其实世界的比赛 当你大学的大门出来的时候 相当于是一个赛炮的开始 一二三就是开始赛炮 在世界的工作上赛炮 但是世界赛炮的所有的 最后的衡量标准的它的界限是有钱没有钱 有钱就你第一名 没有钱就你这次赛炮不成功 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赛炮线上在努力奔波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所以得到的不一定相同 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价值观 主要放在金钱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应该是放在我们自己的人格 道德 善良的心 比如说像我所在的藏地 要衡量一个人的时候 他不仅是看他的一些财富 更重要的看他的人格 就像是世间的一些 找一些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 他们家里经常听到 我们经常听到 这个人的人格是什么 他的整个心地善良于佛 对因果取舍方面是如何 具有没有慈悲心等等 人的心态为主 过了之后他的金钱 或者是家庭 背景等等 所以我们在城市里面的有些价值观 现在完全就是一种变化 再说我们的整个人身观也有一定的问题 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人身观是什么 一个人的人身的这种观念 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读书 毕业之后开始找工作结婚 然后退休 退休完了以后养老 养老以后死了 只有几十年短短的这样的经历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身观 但实际上我们的人身并不是 因为我们即生当中所有的这些循环 跟我们的前世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懂得跟前世的一些因缘的时候 那即生当中 你在生命当中实在是无法解释的很多问题 你会 原来是这样的 我在即生当中很多问题为什么那么成功 那么好 而某个人呢 为什么是如此的倒霉 如此的不好 那我们两个的各方面的都大学同样的都大学 但是后来一个人可以上天堂 一个人可以下地狱 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都是很努力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想到 其实在前世呢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个 我们当离开的时候 一个人他会要想到我的死亡 死亡问题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如果对死亡问题没有想好的话 很有可能你自己在你的人生的中途 就是遇到绝症 现在据有些报告说 中国的大概是死亡的人当中 四分之一都是爱战而死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当死亡的时候 或者下病危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是怎么面对 或者我的家人死亡 我昨天就到了这里的时候 北京这边来的几位 说是他们的一个亲戚得了癌症 然后特别伤心 我当时看到这种情景之后 一方面也以自己的一些经验 和有些道理给他们也是说服 但同时也想到不仅仅是这些人 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同心 但是在这个之前 你生活当中平平安安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死亡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他出去看到生老死病的时候 然后选择寻找人生的真理 获得了真正生命的意义 而我们这些人从来不去想死亡的事情 这样之后最后导致了什么样的过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在这个时候可能有些人想 我们不是人的生命 人生一世 人世如灯灭 以这样的思想下 人哪有后世 哪有前世 会不会这样想 这个情有可原的 因为我们在大概文革以来 传统很多的 不管是儒教 道教 佛教 受到一定的损害 这个思想观念也受到一定的冲击 那这样之后 后来生长的这些人的心目当中 始终把宗教看作一种 其他的这种理论来对待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说实在 我们有些年轻人的话 我觉得我并不是要求 让你们信仰佛教 也并不是要求你们学习佛教 但是我们有时候 你有必要去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传统思想 一直到两千五百多年以来 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没有实传 而且如今对人们的生活当中如实的惯用 这也是大家需要值得思考的 我经常给他们讲 你们还是看看佛学的书 如果非常痛苦的话 因为佛学并不是仅仅是一个宗教 它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的教育 它这种智慧的教育可以关传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当你真正认识到佛教当中的 比如说一切都是无常的 一切都是因缘的 等等诸如此类的个别的道理 如果你明白的时候 当你人生遇到了最大的挫折的时候 或者是人生出于一种非常欢乐快乐的时候 你用很好的心态可以了解 佛教到今天确实在 不管是我们的东方文化当中也好 乃至西方文化当中 它是获得了许多现在的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一些 科学方面的进一步的证实 同时我们在人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也得到了他真正的智慧的有效性 这个时候我想有时候人类的文明 到目前为止还是非常稀有的 你们都知道按理来讲汉地的儒教思想 他的创始人是孔子 然后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 佛教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佛 其实他们三位在同一个时代当中出世的 同一个时代当中出世的 有些历史说法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其中 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应该在公元前 五百七十一年的时候降生的 他的说法稍微 因为老子实际上是一个神秘人物 他说了《道德经》以后不知道去向 很多人觉得他是个神秘的 但不管怎么样 孔子后来见他的时候 他胡子也是白色的 然后见到他是个老人像 孔子已经见过他 然后过了之后 公元前应该是在大概是过了 老子降生过了四年以后 释迦牟尼佛降生的 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 宫人是现在在斯里兰卡 现在全世界宫人的 佛里也是公元前五百六十五年的时候 佛陀降生的 那么在过佛陀十五岁的时候 就是孔子降生的 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的时候 孔子降生的 所以在他们之间 孔子和老子之间有二十岁吧 佛陀到这个之间有五岁或者十五岁的 在同一个时代当中降生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可以说是东方人类的这种文明 崛起的一个非常稀有的时代 当时有些历史上讲 孔子下面的有些他的弟子问 世界上是有没有圣人 然后他说是有 那是不是孔子 是不是伺服你 他说 我不是 那是不是伤亡无敌 也不是 那他到底这个僧人在哪里 当时孔子说是在西方 从汉地的西方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当然极个别的对不信仰佛教的人 说了一些相似的理由 但是这个是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来折磨 因为现在的这种逆算来算的时候 那么就是佛陀跟孔子是同一个时代 是完全可以常立 现在世界的人的这种代数来算的话 孔子是七十七大 那么佛陀的这个时代也可以算到现在 完全是可以吻合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想一想 从公元前 五百多年前 一直到现在流传下来的这些思想 并没有成就 并没有对我们后来的科学 人文学 以及各种思想把它得以推翻 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知道应该深深思考的 因此我在想 我们对佛教可能是比较陌生 但是对世间的 现在人们比较关注的一些事情并不陌生 所以在座的很多学生可能更关心的这些道理 只不过我们要看到 我们人生当中的几十年所得到的一切财富 名声 地位 这些都是很快会消失的 你们要懂得到 世间当中许许多的我们追求的一些 包括人的青春 就像夏天的花一样 很快会消失的 包括我们的世间当中的很好的工作 财富 这些都是并不是很常有的 我们随时都是有一种危机感 有一种不可靠的这种性难 这样的话 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也不会很傲慢 当失去它的时候 你也不会绝望 甚至我们现在有个别人 当你失去了一个最可爱的 最关注的一个事物的时候 可能会实在是受不了 甚至自杀 中国为什么现在要每一年的 包括官方通缉的 接近三十万人自杀 那非官方通缉的 通过各方面的人有多少人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的心理没有调整 其实心理如果很好地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是可以大也可以小 对任何一件事情呢 你也可以去特别地执着 但你也可以去不要特别地去执着它 你光是说不执着还是不行的 那心里要学会一种调整方法 其实这个调整方法我觉得也很容易 很方便 有时候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再慢慢慢慢呼吸 呼吸的过程当中心要放松下来 放松一会儿再进行思维 进行思维以后你会要观察 其实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 人有时候要反问自己 也就是说你要想 我今天如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的话 那我做什么 其实这是很熬的 有些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人生 总有一天会完结的 而一直拼命地挣钱 一直拼命地寻找 后来就真正到最后的有一天 离开的时候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 也许有些人想我们没有必要这样的悲观 是不是佛教都是一种悲观主义啊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很有自信的 其实自信很需要的 佛教并不是悲观的 佛教的观点应该是积极的 佛教讲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当中有一个叫做精进波罗蜜多 那精进波罗蜜多是什么 我们学习也好 利益众生也好 做任何一件事情要非常的精进 而且甚至我们提倡的是什么呢 有一种往我的精神 利他的精神 才算是真正的生命有意义的 那么生命的意义并不是你个人 因为有一些各方面的成功 才算是有意义 我们都并没有这样认为 真正的生命意义你能付出多少 以前阿尹师他也是说过 他说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呢 摄生处地作人想有他人之有乐他人之乐 这句话我还是很喜欢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要 真正摄生处地要想他换为思考 自己不愿意的不应该交给他 自己愿意的你才可以还给别人 这就是非常重要 可是我们很多人是非常自私的 你自己所有的金钱也好 地位也好 都是维护自己 想帮助别人的意义非常少 像国外的一些人有钱的时候 他们经常做一些慈善 帮助别人 可是我们这里很多人有了钱以后 到底是怎么样 自己花天秋地的相守 除此之外 很多人都基本上没有作相 我有一次看到有个德国的叫做萨布瑞亚的一个女孩子 她是两岁的时候严禁生病 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已经生病了 后来双目都根本看不到任何事 但是这个时候她还不断地努力地没有放弃 一直继续地去努力 最后她考上了伯恩大学 那伯恩大学之后她同时学习一些盲文 就完全成了一个盲人 那学习盲文以后慢慢慢慢她就学会了 藏文盲文的使用方法 后来她来到拉萨 拉萨的时候后来发现 在藏地大概有一万多个盲人 然后她就建立了盲人学校 盲通学校 也就是说是拉萨第一所盲人学校 后来她自己也是当上校正 我看到这种安理的时候 确实自己也是心里想过 我们现在都有双目 可是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们要办学校 没有眼睛的人 她可以去在异地 在别的地方建立学校 帮助盲人 可是我们自己每天都是想着自己的事情 而根本没有想到别人的事情 而我们每天都是以这个事情苦恼 那个事情教育 很痛苦的 可是这些盲人的孩子 包括她自己的话 脸上经常露出一种笑容 微笑 有时候看到没有眼睛的人露出微笑 那我们有眼睛的人 每天都是有这样的表情 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从小一直处迷苦恋的这种表情 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这样吗 其实人生有时候 不管是佛教的观点也好 世间的观点也好 有时候是我们不得不不看它的真相 很多人认为我们过生日很快乐的 其实我经常这样讲过生日不一定快乐的 我们前往对死亡静了一天 也就是说我们静了一年 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时候 实际上你往死亡静了一个晚上了 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 你也是给他寂静了一天了 那这样来算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离开这个世界 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我们对社会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到 到底人生的价值观处于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有时候人生的价值观 有钱的人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 我们没有钱的人认为是 可能有钱就是他们很快乐的 没有地位的人想有地位就是可能很快乐的 但是不一定 你真正是有了那个的时候呢 在他的眼目当中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前一段时间 这个王大集团的王家人 他是中国叔父 他的儿子在国外 大概是从小学 中学 大学 一直在国外完成 国外完成的话 听说这个儿子很聪明的 今年26岁 那么他当时回国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是 万大集团所有的这些管理和财权 会交给他的 当时采访他的父亲的时候 他说 儿子刚刚回来也不一定很成熟 我现在是没有想把集团交给他 只不过先暂时我五个月给他 五个月给他 然后他自己玩一玩 就看失败几次 锻炼锻炼 如果可以的话 我把集团再给他 但后来前一段时间 大概是六月十几号的时候 他在微博上是怎么说的呢 他微博上说 我卖了一个二百块钱的电脑桌 但是惊动的这个还没有给我 已经过了六六天了 那他的服务是不是有问题 后来网友们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关注 当天专门评论的有两三万 那我在想 他们的人生观是什么样的 用钱来衡量还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衡量 其实我们的人生观也好 快乐也好 都是在如果内心上衡量的话 这就是真正是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没有在内心当中寻找的话 那我们的欲望是永远也是骗不完的 你可能想用十万元的一辆轿车的话 你想要得二十万的 用了二十万的车呢 你想是有三十万的 三十万不行一百万 一百万不行两百万 那你这样一直不断的 最后呢 贪得无言了 现在我们经常在一些行为上 就是看着了许许多多有些 腐败啊 贪婪啊 欲望增长的这些现象 其实我们的教育有一定的关系 如果从小都是父母也是 其实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 不仅是我们在财富上 工作上 事业上要成功 更重要的 心里要坚强 心里要有一种满足感 其实中国历史上看呢 很多传统上是有这样的家庭教育 包括现在日本和汉国 他们是什么样呢 他们一般家里面生了孩子以后 大概是好多年之内 他的母亲是一直不用上班 一直不用上班 为什么不用上班呢 孩子从小都是要给他教育 一定要讲各方面的道德的这种尊责 道德的一些道理给他要讲 而父亲呢有责任 赚钱 养家 所以他们就开始奋工工作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孩子从小的这种 关系和从小的家庭的教育 用到社会上长大之后呢 他不会那么贪婪 他至少也哪些地方可以做 如果不做的话 那我很惭愧 这样那样的很多的道理呢 会明白的 可是我们很多的可能从小 开始受到什么样的教育 大家都知道在座的 可能很多孩子都是八年九年 应该都是九年之后吧 现在的大学生 那九年之后的话 那都是独生子 那独生子呢 家庭也是已经关怀了 什么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 你如果说了不算 那你就可能发脾气啊 父母也是非常的疼爱你 那这样一直一直是听你的话 非常的大家都是维护你 可是你来到社会上的时候 社会并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全部都替你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可能学校的教育当中呢 还需要什么呢 还需要慈悲的教育 还需要人文的教育 更需要道德的教育 那这样以后 我们人的综合素质呢 就是可以提上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一种利他的心 有一个德国的人呢 德国的人他在光西 以前采经对他采访过 他在光西的一个农村里 一直当老师 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都非常不同意 他到了后来的时候呢 确实父母也已经觉得 他的选择是有意义的 那他的心态是什么呢 当时那些农村的孩子 当作自己的孩子 学校当作自己的家 他说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帮助别人是我的最大的幸福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佛教当中的 真正的大乘佛教的思想啊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 包括我们学习佛法的 像我们出家形象的这些人的话 经常也在泥潭性方面非常惭愧 而你们在座的老师和学生呢 你出来的时候每个人有没有想 我出来不管是什么样 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我要去帮助别人 可是我们帮助别人的心态很弱很弱的 而维护自己的这种心呢就是很强的 可是人间有一种规律我们不知道 我们越来越帮助别人的时候呢 那自己的名声啊 地位啊 口碑啊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越来越维护自己 甚至就是为了自己抬开别人 经常跟别人就是吵架 打架 这样的这种行为呢 逐渐逐渐你自己的各方面的 这些名誉和财富等等会下降的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啊 大家都知道 特里萨修女啊 特里萨修女呢 是一般非常平凡的一个女人 她到最后的人生成功是什么样 并不是用钱来成功的 并不是用地位来成功的 但是唯一的什么呢 就是用利他行来成功的 她经常麻风病也好 病人也好 乞丐也好 凡是特别可怜的人呢 都以去帮助 那最后97年的时候她离开世界了 她人生的87年的历程已经做完了 她做完的时候印度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当以国家的一个中立的方式 就是死亡的方式来进行过葬 当时参加了二十多个国家的 有四百多位 就是甚至中间的 有三位女王和三位总统 那这样的一种行事是 以什么样的力量导致的呢 就是她一个平凡的女人的一个心里 有一个不平凡的一个利他心 那这样的利他心呢 无论是我们的佛教徒也好 你们在座的大学生也好 或者其他老师 我们到底有没有从小的这种学习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你到了社会上的时候社会教育 在这些教育当中呢 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人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价值观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的教育观呢 我觉得是并不是很高尚的 在这些方面我们可能还要去想一下 否则的话 人生当中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观念呢 也许是不一定很正确的 佛学给你提供了一个 可以说是参考的 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那这个机会呢 就是每个人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当你思考的时候 也许在你的人生的这种路上面呢 就也起一个制舍的作用啊 佛教当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德 叫洪一大师 他是这样说过 他说是佛法能破一切世间的牛间 这叫做予以什么呢 就是正见 佛法呢 就是能破世间的一切密心 就是而予以真心 佛教能破世间的一切恶心 而予以真心 佛教能破世间的一切幻觉 而予以真觉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的观念 其实佛教的观念呢 并不是它是一种谬论 或者说是谬间 不是的 世间当中的很多谬间 场景 俄罗 也就是说 本来不是常有的东西 我们都始终地认为是它是常有的 本来不干净的东西 包括我们人体啊 人体都是本来是 具有很多的不清净的三十六种颜色组成的 可是我们化妆啊 大扮啊 就是精心梅花等等 这样以后呢 给人们就是带来了一种 很多的虚构的这种概念 可是这种概念的真正的背后呢 不一定你自己在外面 就是在媒体当中所传达的那样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谬间呢 就是佛教一意见诸的 而佛教呢 我们的信心当中 我们信仰当中就是 我们现在是一种拜经的一种信仰 拜物质的一种信仰 甚至呢我们自己就是 连自己何时存在的道理都不知道 我有时候看到 人有时候不一定是很聪明的 为什么 世界上是有这么多人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呢 他不知道连自己的这种将来的生命 延续不断地存在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们很多大学生来讲 可能是觉得是 就是人持有意识了 人灭了就已经没有了 其实这种道理是 应该是有时候很有必要 就是佛学的这种转意 因为佛学是唯一的 可以跟得上科学的这种观察 经得起它的一些推敲 在这个时候呢 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对生命的演习存在 佛陀是非常明确地有记载的 我记得在《能言庆》里面有一个 佛陀当时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是波士力王 波士力王呢 他就不太相信人死了以后 还有一个后世的存在 后世的存在 生命的不断地延续的这种存在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当时佛陀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不信任 他说我觉得是身体呢 就是毁坏的 那身体毁坏之后呢 心也是毁坏的 那佛陀问他 那你怎么知道就是身体毁坏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我的身体非常健康啊 就好看啊等等 但是我现在六十二岁了 就我现在老了 所以就满面皱纹 我的身体呢 明显都是已经是无常的 那我死亡的时候 我身体会摄取的 那佛陀都是问 那你的心呢 是不是随着而变化的 你想想看看你的能见的这种见境 后来波士力王说 我用什么方法来就是给你说明 然后佛陀问就是 你看到这个恒河没有 你从恒河的 见恒河的这个心来 就是可以看看你自己的心有没有变化 后来波士力王说 对 我刚开始就见到恒河的时候 我当时是三岁 然后后来就是从三岁到一直到现在六十岁 六十岁的时候呢 六十二岁吧 六十二岁的时候呢 那我觉得是见恒河的这个心呢 就叫见境 精华的精 精神的精 这个见境呢实际上是不生不灭的 就是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所以佛陀当时说 对 那这样我们的心思呢 就是不生不灭 见境不灭 就是它是表面上看来 它是即生当中的一种标识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我们人的身体可以换的 死的时候可以换的 但是这个见境和佛教里面讲如来障 它是不生不灭一直存在的 这个上面呢 就很多的业已经存在里面 就像大海上面的表面上有波浪 但是海底是一直平静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心呢 我这辈子变成一个人 然后我的身体会换了 然后下一辈子变成一个什么其他的众生 六岛轮回当中不断地会变的 以前《自共产师》有一句话 它是怎么讲的呢 说是富贵百年不保守 六岛轮回已虚幻 意思说我们世间的很多的荣华富贵 并不是很常有的 在一百年当中能保得住的非常少的 而唯一的依靠今生当中的这些业 将来在六岛轮回当中不断地虚幻 不断地会转的 可是这些道理很多人都没有知道 后来他还有一句话是什么讲的呢 说是全境造觉修行路 亦是人生万劫难 这句话很重要的 他说各位 你们一定要早一点 能觉悟到自己的修行道路 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人 稍微捧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很详细的 你们很多人是很有善根的 但是因为自己各方面的因缘 一直沉迷在这样当中 那以后不需要出家 也不需要非要到寺院里面去 但是你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要知道当你苦难的时候 痛苦的本体是什么样的 人生本来都是有八大苦 有四大苦 三大苦 八大苦等等 那这些苦当中我现在碰的是哪一个苦 比如说神老死病 求不得苦 愿成悔苦 我今天遇到这个苦 首先要知道这样的时候你才会明白的 因此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在万劫当中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很难得到的 在这个时候你稍微有一点明白的话 也许你的人生路上面可能有一点点的气体 那这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不是迷信 如果你认为一种迷信的话 那就可以 你就看看佛教的千经万论里面怎么讲的 那这个给我们现在的人生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然后第三个呢 佛教的行为确实是破除一些恶行 我刚才讲的 现在世间上很多杀盗阴亡的不好的这些行为 佛教两千五百多年前早有已经说了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种道德底线去做的话 大家的行为很正确的 那最后的过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里面破除一些我们现在的幻觉 包括现在人们经常用的一些神通 各种各样的 这些都是一种幻觉 佛教在真正的原理和道理上并不是很承认的 这些道理我想跟大家提供一下 有时候可能还是必要去看看 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 其实人在学的知识的同时 自己思考是很重要的 当你思考的时候 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道理自然而然可以通达的 那么还有一个我以前看过一个这么简单的公案吧 这个是什么说的呢 有一个人他出去的时候在门口上有三个人 他当时看到天气不太好 让他们进来坐 当时他让他们进来坐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我们三个人不能进来 因为我们一个叫做财富 一个叫做成功 一个叫做爱 就是我们三个不能进来 那如果要进来的话 你就可以选一个 后来他回去跟他的家人谈 然后父亲说 应该是让财富进来 财富有的话 我们有花不完的钱 这是很好的 然后他自己认为成功很好 成功和财富还要爱 然后他们两个正在争论的时候 他的母亲说 说 你们两个没有必要这样争论 有了爱的话 哭也是甜的 干脆让爱进来 后来这个孩子 他下去所谓的爱让他进来 他进来过一会儿的时候 他们整个家庭的气氛 便于非常快乐的 大家都是欢笑的 这么一个气氛 那这个时候其他的两个人 财富和成功也来了 那那个人有点不解说 你们不是说 你们只有一个进来 你为什么是 你们其他都来了呢 他说 只要爱来的话 那么所有的财富也好 成功也好 都随着他而来 那么这个虽然它是一种语言 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有种思考 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需要一种爱 这种爱有自私的爱和无私的爱 最好有无私的爱的话 那我们虔诚是无比的光芒 那么我们自己很想 生命要寻找有意义的话 要寻找有意义的生命的话 我们最好是用一种利他心 用一种菩提心 用一种真正的爱来拥抱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我觉得世界应该会变得很美好 真的好 好